可以生生不息的细胞叫做干细胞 干细胞治疗目前用在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癌症医学 一个就是再生医学 癌症医学最成功的例子就是 T细胞经过基因改造 它可以在血液里头找到癌细胞 但接触到癌细胞 它就由医到做千万把癌细胞吃掉 所以目前最成功的就是血癌 已经没有药物可以医的癌症 那另外在再生医学这一方面 像中风的病人 我们可以植入尖植干细胞 或是植入神经干细胞 尖植干细胞植入中风的地方 它主要的就是让断掉的神经 很快的有血管再生 神经再生 所以让它的动作又恢复 将来在失智症病患也是 它的记忆的神经坏掉了 我们可以用干细胞去补充 这些坏掉的记忆神经 让这些正在退化的神经干细胞 让它延缓退化 或是再重生长得更好一点 这种脑神经的修复 大概是过去这100年 大家都在努力的 所以在1996年 我们是台湾第一个把那种多巴胺细胞 送进去巴金森的病人 在干细胞治疗手术之前的黄财旺 行动不变 吞噬困难 经过治疗后 不但能走能跳 也不再需要依赖别人 对这种男症的病人 我们也能够利用这样子的一个 创新的方法 让它再站起来 说明也可以帮助这个家 还可以做很多事 这个人的价值 人的尊严 大概就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nicos